我認為如果我們比其他國家 例如日本、韓國來說 我們香港人對保養意識 實際上真的比較一樣 他們的保養意識是很強的 所以你會見到很多二手袋 都會由日本、韓國那邊過來 其實每個手袋或皮具 都是由動物皮造成的 現在我們香港那麼潮濕 我們沒有保養的手袋 是更加容易出現氧化、脫色或發霧的 有一種皮我們叫做水染皮 只要滴到水進去 它就會變深色的 那種叫水染皮 我們就不會建議用一些產品 比較油分很重 或者是蠟質很重 第二種我們叫做噴色皮 噴色皮的意思是 這種皮坊間我相信80%到90% 都是用噴鹽的方式去做的 只要滴到水是滲水的 水是不會滴到上去的 而這種你就可以用一些比較油分重 或者蠟質重一點的去做滋潤 第一部分我們一定是先做清潔 不同的皮都會用不同的清潔劑 最重要是你要找一種比較溫和的 首先找一個暗角位去試一試 看看有沒有脫色的情況 所以一定要先試一試 而清潔方面 當然是整個袋去做清潔 一定要用一些皮膏去做滋潤 記住我們用皮膏一定要打圈去上 整個袋去抹回去 令到它滋潤 補充它的油分 噴了一層膜 包住了袋 令到袋的毛孔不會吃了水氣 發毛的原因是因為潮濕 很多水氣進了皮膏 再加上溫差的時候滋生細菌 第一件事我們不要用擦 擦擦的話 其實你反而是令到本身的污漬 推進去 拿一些沒有酒精的濕紙巾 我們用印的方式 印得多少得多少 用電話拍一拍刮痕 然後用熱風筒 不要太熱 趨熱的花痕 然後用一些比較滑的皮膏 譬如它是由右掛去左的 你就反方向右左推回去右 當然這個是給一些輕微的刮花 如果皮膏上還有一些水珠 或者水 先擦乾它 然後用暖風吹乾它 掛在陰涼的地方 一兩天 讓它乾透透 才放入衣櫃 其實毛不是污漬 其實是細菌 先清潔了表面的毛漬 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 真的要做一個殺菌 可以在坊間裡 買一些比較溫和的酒精消毒 濕紙巾 去做一個全面殺菌 抹完之後就要上皮膏 上皮膏再噴防水 很多人真的用酒精去抹 一抹就掉了 其實我們有一個產品 做完清潔之後 可以噴到手袋裡 去做一個消毒 而這個消毒這個產品 還有帶一種皮的清新香味 一般我們收納來說 最重要是千萬不要搭袋 不要壓著袋 否則就會變形 最重要的就是 千萬不要把防止珠 放入袋裡 防止珠是化學物品 如果一個不小心 它爆了 其實流了出去 是會拿爛皮的 最好的原始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布紙 因為布紙本身的墨 是可以有吸濕的功效 可以拿衣服或者毛巾 包住布紙 而先塞進袋裡 所有手袋裡是皮造 是皮造 是皮造 膠水 線 染料 布 五金件 特別是香港這麼潮濕的天氣 其實它出現氧化 甚至出現問題 發毛 是更加容易的 所以 內不內要拿出來 用一用 如果真的不用的話 也要拿出來摸一摸它 起碼有些手油 手霉 也要滋潤 袋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